刚出隧道 这边有个小镇 咱们买一点晚上的菜买一点吧 能买到粽子啊 现在没有到端府节啊 这么早就有粽子吗 这什么 米粉 不要 不要 这不是粽子啊 这是什么 这里面这是什么 吃的 我没吃过 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拿一个吧 这个 嗯 豆腐干拿两块 晚上炒豆腐干吧 咱们继续赶路了 在这个路上一路吃到很多的美食啊 以前从来没有吃过的各种东西 现在在这个路上穷游啊 只要能吃的话都可以吃 这不是和以前一样的 以前还要挑自己喜欢吃的 现在是有什么吃什么 白水江一号大桥 这里又没有水啊 我看一下 我想把我这个果子洗一下 哇 没水锁住了 走吧走吧 看 刚刚买了一点这个 豆干和一个这个 美食啊 晚上吃大餐 哈哈 这是四川的前面这辆床车 你看就是旅游的啊 咱们追上它追不上了 追不上了 摘到后面慢慢游吧 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小镇吧 超市还比较多的 看 这旁边有个超市 哇 能买到菜 我去买点辣椒 好久没吃辣椒了 买不买啊 没有啊 这水果 没有菜卖吧 这也不知道有没有菜卖啊 这里面有没有菜卖啊 这里面有没有菜卖啊 好 还没听到 我们换自己进去看一下 哎呀 哎呀 就停在这个垃圾桶这里 有西瓜 哇 千年古街牛街 哦 这里是一个古镇呢 牛街古镇 这个大叔 他是干嘛的 狗这么大 又带一带这个 这干嘛的 这个里面是一个古镇 牛街古镇 千年古镇啊 哎呀我就不逛了朋友们 下次再来逛吧 我买个买完菜我就出发了 买完菜我就出发了 买完菜我就出发了 这里 这里没有菜卖啊 辣椒有没有 这里面是卖吃的喝的 走吧 走吧 看到啊 这里面没有 走吧走吧 这是我一路过来好久没看到卖菜的地方了 我一路过来看 这边搞错了 边附近了 是不是右边 我们看导航 算了下来看一下导航吧 这边搞错了 下来看一下导航 还好不是往左边的 左边是爬山 爬坡 今天不走了 好 找到了这么一个 这是一个仓库 在这里路个营应该没关系的 他如果主任来了的话 给他打个招呼 这里很大一块空地 看 空地这么大 是没有关系的 晚上就在这里打个帐篷吧 是吧 他这里都是空房子 堆杂货的 没关系的 又是一片玉米地 是南瓜 嗯 南瓜成熟了可以吃了 我是多久没吃南瓜了 这是一个 养猪的 哇 大户人家全是 全是 序幕床 看 本来是修正养猪的 现在 猪也没有了 羊也没有了 变成废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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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鸡 怎么走 这玉米成熟了 可以摘了 这玉米不小啊 我想找一下这里有没有地方可以打水啊 朋友们 因为 我只有一瓶水 就是洗菜啊 洗树啊 洗脚啊 肯定不够的 哪里能打到水的 哦 那那那有 这会人家也不知道在家没有 我现在也不做饭 他这个厨房吧 全部是柴火 这么多柴火 晚上用的时候 我再来打吧 如果有人住的话 我猜的话是应该没人住 感觉的话 凭经验这里是没人住 有的话我就给他 再打个招呼吧 接点水的话 问题不大 今天水解决了啊 水解决了 露营地解决了 几乎是非常的耳骨的 非常美好的一天 朋友们我休息一下啊 今天虽然没有爬什么坡 但是也爬了一点缓坡 经过了这个隧道 嗯 爬了今天爬了40公里啊 总共是80公里嘛 到延津县 出发的时候 还剩下48公里 我今天爬了应该三十七八公里吧 我今天不接下来 我先教你这种 过来的 基本上的水解决了 我今天就会吃一下 海银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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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上班去 其实上班一点都不累的 这个东西都看你怎么想 有的人他感觉很累 有的人感觉不累 今天天气还不是很 如果太阳出来就很热 有一点闷热 我正想去那个黄河里面去洗 洗个澡 但是那个水太浑了 那个水不能洗 洗不了 再加上东西放在这里 我人走了 东西被透了 我也不能走远 休息一下 地上有蚂蚁 地上有蚂蚁 这蚂蚁还不小 很大这里的蚂蚁 这蚂蚁很大很大一个 我想铺在地上睡个觉 我想铺在地上睡个觉 这蚂蚁 抢去一下 肠蚁 抢去一下 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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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